大家好,我是Hai Chen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Sense.EW的主要人 我們會想要的是做到公共討論的一些資訊的看見方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議題整理工具 讓大家在做議題資料整理的時候 可以整理大量的資料意見,然後順利去將功 基本上是有標註文件整理的功能 簡單來說,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某種有白板功能的Evernote 那因為還沒有做好,所以我們現在叫它Nemernote 它的架構非常簡單,就是有一個可以做跨文本的Web annotation 再加上一個線上的壞了白板 那線上壞了白板實在很難做 所以這個功能還沒有整好 大概在一兩個禮拜才會全部整起來 好,那今天想做的事情是 第一個是盤點GNV過去利接黑客送提案的資料 然後整理到Sense.EW 那或者是整理像GNIN健保卡規劃的議題整理 那前面那一個是因為每次黑客送提案 都是因為某個社會議題提出來 那我們想要去把裡面的問題點 還有可能的解決方法、利害關係也給盤點出來 那這是之前有我自己手動去用別的工具去整理的GNV 從第四屆開始關心的議題有這些分布圖 那一個議題會包括問題背後的價值的動機 正義的接法 那動機的分類過去大概有這幾類 那利害關係也大概有這幾類 然後這是解決方案的方式 你可以發現大部分都是資訊類的工具 那整理出來以後大概會像什麼 就是有一個類似像階層圖或是新制圖 然後可以回歸到原始的文獻 然後把重點再入出來 那其實過去我們都直接寫過來做這件事情 不過自從Joey上了以後 我們其實有另外一個選擇是你把資料整理好 然後寫了一個建議政府怎麼做的或是做的 然後RAM就直接上Joey去抵押 那所以不寫Call 改寫Joey提點值也可以做功德了 那為了更好的政策 歡迎大家來一道課 那需要有興趣去整理自己關心議題的人 那想要寫程式的可以來寫TypeScript 或Reator.js 那現在我們上線到Stage.sense.tw 大家可以去Check 那Github Call在下面 Sense.tw 然後License是MIG 謝謝大家 好